這個算投資啦 半投資 酒精屋內採光明亮 小坪數空間詢問度高 這是坐落在內湖鬧區的屋形 借委託後代看率很高 展望2024年房價趨勢 房仲代看之餘也深深有感 2024年跟2023年 其實房市走向都差不了多少 第一個就是小災當道 小災當道 在第二個的部分就是 新屋就是預售屋的部分 市場還是偏比較冷淡一些 年初即將大選選舉牽動房價行情 三位候選人各自對居住房價 有著各自政見 在2023年平均地權條例上路 加上新清安的優惠房貸 卓右房產趨勢波動 各界專家分析 2024年可能還是維持量穩價還漲 那因為2024年剛好有總統大選嘛 所以其實總統大選大家民眾多數的人 都是會在觀望說今年會不會有 哪一個政黨會提出比較 就是對於居民有沒有有利的政策 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都還是觀望中 所以在第一季到第二季的時間 大部分可能是會在選舉過後 在房市的熱絡的程度會比較明朗 專家分析若執政黨取得大位 房價政策不會有太大改變 房價依循技術面高檔向下緩修 房市會出現盤整格局 若國民黨取得執政 走青年免自備款購物證件 房價短期被炒作拉高 推案供給量過多 與與污量過剩趁勢出脫 預估會先勝後衰等於先變後盤 若民眾黨執政 房產政策走涉宅政策 屬於供需基本面改革 對房市短期波動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也屬於盤整的一種局面 先看到各個候選人他們在於 房市的政策上都不著力於打房 所以無論哪一個候選人當選 未來的這個房市政策導向 預估是偏向比較溫和的 另外在這個今年的量體 普遍的預期應該會由於去年 尤其是在這個新清安貸款的 一個催動之下 以及未來這個總統 應該還會有一些補貼方面的一個措施 所以有機會可以帶動起一定的這個量體 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 那麼都在講高房價 事實上高房價絕對不是 某些人願意把房價提高的 是真的是鈔票太多 物價上漲鈔票貶值了 錢博了 所以大家必須要清楚這個現象 所以三位候選人都在提這個政策 選舉結束 我想一切將會歸於平淡 恢復到正常 專家分析未來一年半房市 必須要休息消化漁屋 但房價不會有崩盤危機 取而代之的是以盤代碟或為碟 放眼2024年低價市場支撐力足夠 六都表現來看 大台北抗跌 中南部稍弱 桃園轉強 全台房市呈現價盤量溫格局 2024年下半年應該會降息 利空進出等好下 官望消退 2024年房價下半年 有望優於上半年 我們預估 以這個趨勢來看的話 20年也將會是一個 維持價穩量平的一個局勢 政府在過去八波的打房 囤房稅或是平均遞潛條例 總共打了八波 因為物價的大幅上漲 所以造成大家成本大幅上升 大選之年房價波動 以盤待整 放眼趨勢 房地產市場變化晚前 TBS新聞 李維華萊銘 台北長寶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